十八 楚天都市報 胡子重新站上四千點 2015年7月22日民生理財22楚天都市報 信楚天都市報記者斥進華攝影 楚天都市報記者李廢周二胡心兩市軍跳空低開 但隨著短線拋壓快速釋放 多方逐漸掌握主動 兩市軍穩步推高 舊市後胡子首度站穩四千點 截至收盤 上證戶指報四千零一十七點六七點 上漲百分之零點六四 創業板報二千八百八十二點九點 上漲百分之一點二一 兩市近三百隻個股漲停 十五隻個股跌停 兩市成交一點二萬億元 成交量小幅萎縮 胡市買盤達賣盤三倍板發熱點看 受高速公路以長期收費影響 高速公路板塊作入午後大幅走強 楚天高速 福建高速等個股強勢風上漲停板 因受豬肉價格大漲百分之三十消息刺激 食品加工板塊繼續大漲 羅牛山 新五峰等個股組盤變組組封板 高鐵板塊作入表現良好 進西車造 太和身材 中國中鐵強勢漲停 消息面上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 將制定 從政策的延續性來看 一路一帶 中國製造二千零二十五 國企改革等或成為重點 盤面觀察看 胡市委買量是委買量的三倍 顯示投資者心態漸出穩定 場外資金入場補貨和場內套勞資金自夠也日漸明顯 各股活躍到再回升 操作上輕指數重個股對於後市 著名財經評論員老崖比較樂觀 他表示 四千點指示新起點 反彈機會型很多 由於管理層對市場依然虛惡有加 市場進入相對穩定期 而且很多個股仍有較大的反彈空間 所以目前可以輕指數重個股 多或或有交易機會的潛力個股 據風投顧國一明認為 隨著大盤成功站上四千點 短期指數反彈有望延續 多投或繼續發起攻擊 天信投資認為 目前要珍惜底部的廉價籌碼 回調形式買入良機 超跌加成長個股 是市場反彈的主線 短期隨時可能調整長光證券之心 投顧周曉忠表示 當前大盤的上升仍是對6月中旬下跌以來的修正 短線壓力區間在4200點一大 至於是否形成反轉 後市能否公佔4500點環有待觀察 同花信認為 技術面上看 目前指數已經突破20日均線的反壓 最大不足是缺乏量能的配合 在突破關鍵點位的時候 壓力一定要比平時大很多 這個時候的不放量 就為後市的調整埋下了隱患 也就是調整隨時到來 操作上設不可追漲殺跌 4000點正好與半年線牛紅分界線重疊 短期存在一定的上行壓力 震盪趨勢實屬正常 預計震盪緩慢上行將會是 根期股指的主要走勢 操作上 投資者認可重點佈局根企業點如 國企改革、高送轉和業績與增等概念個股 超級突破了 KLUD GIT A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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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